这个地点呢是在Richmond Hill 是一个pod room 把这间pod room的墙纸都撕掉 这就是今天要干的事情 然后再把这个墙给披了 大概就这么多 这种动作 我要出镜子 说 现在我用这个蒸汽来把这个壁纸接掉 但是呢也不是说特别容易 然后先把这块呢 就是大面积让它都有水分 这个是很烫的100度的蒸汽 然后都有水分之后 然后给刮一脚出来 然后拿手接一下 看能接多少接多少 然后这壁纸呢是两层 第一层呢就是外表那层 第二层还有一层 还有一层呢到时候拿蒸汽 蒸汽接也行 拿海绵 海绵接也可以 海绵这样的水也可以 这个呢就比较好接 那如果说不用那个机器呢 那用那种 用那种滚 用带 带 带刀一阵的那滚子 滚完之后 然后再拿海绵或者拿 湿的滚轮来搞的话 这个可能效率不高 而且呢 滚完之后呢 它可能墙上会留下很多 很多那个刀口的印刀印的 那么最后还得要大命 你劈灰 这个呢就是我这么做完之后呢 有些时候这个油漆蒸汽热的时候 能把这个油漆可能 原来的油漆可能能搞下来点 那么这样的话 到时就把那油漆那块 搞下来的油漆 劈一点亏就可以了 比如说就像这个 这个呢就是 就是当时把这个油漆搞下来 到时候劈点这个 像其他这样呢 就基本上是比较便宜的 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所以呢 这个效率呢 还算比较高 看这个是等于说 把第二层之叶撕下来的 就是这一下就都撕下来 这下面的油漆呢 就比较保持的比较完整而已 对大概就这样 但是呢 撕墙子确实比较难撕 这个墙子呢 比较薄 越薄的墙子越难撕 厚的墙子 到一撕就能撕开 这个很薄 薄的话就 就比较费劲了 就是 虽然面积比较小吧 但是呢 这个工时比较多 因为它比较费劲 撕这个 看上去容易 做起来 也就是 一按部就班的 没有 没有什么 可以捷径可以走的 就是这样 大概就这样 OK 现在呢 就算撕了一半了吧 这个用时也蛮 蛮多的 地上撕的一片狼藉 然后一会儿呢 把这个马桶 给卸掉 撕后面 然后再把马桶装回去 所以这些东西都卸掉了 要不根本撕不彻底 现在呢 已经把外层都给卡下来了 然后就剩这个马桶这块了 把马桶卸了 然后把马桶 先弄干净 然后再把马桶装回去 剩下的就是补个洞 然后再把这个里面还有一层薄薄的纸 拿海绵擦呢 拿海绵擦 这个呢 很难擦掉 很难擦掉 拿那个蒸汽的呢 弄的话 又容易把这个油漆 就容易把这油漆给弄坏 那没办法 只能拿蒸汽的 要拿海绵的话 也是擦不掉的 所以呢 这个活呢 看起来就这么一个发装肉 很小 但是呢 搞了一天 还没搞完 现在 一会儿还要继续再做 拿蒸汽的话 把这油漆 虽然搞坏了 的话 一会儿只能是在批灰了 再做批灰 明天过来之后 散灰就可以刷油漆了 大概就这样 小小的port room 耗时很严重 这些墙纸看着不多 还有一点没有接 搞出这么多垃圾 这还挺黏的 都粘在地上了 因为它都是粘在墙上的 很黏的 现在这个墙也是 比较光滑的 一会儿还得拿海绵擦 擦完之后 不光滑的时候 才批灰 这么多垃圾 这屋的墙纸到现在撕完了 小小的一个port room也是撕了一天 因为这个墙纸算是难撕的了 它很薄 贴的又很黏的都是 然后撕完第一层表面 然后下面那个层也是比较难撕的 所以等于是撕了double 是这么算 然后刚才把马桶也拿出来了 重新装上 然后现在灯也装回去了 这些东西 等到尤其师傅明天和后天过来之后 打磨好之后 然后再把这些毛巾架什么的都搁上就可以了 大体就是这样 现在一切OK